好的主播 10月18日 美国总统川普抵达加州城县的新港海滩市 参加了一场私人木桓活动 当天道路两旁有上万名加州选民 挥舞着Trump 2020等旗帜 海上更有选民驾驶游艇 共同欢迎川普 他们高喊Formal Ears 力挺他连任成功 在等待期间 人们唱起美国国歌 喊着支持川普的口号 以及支持警察 不要社会主义等 不仅如此 当天上午空军一号降落在城县的 约翰·韦恩机场 当川普走出飞机时 就立刻受到一群支持者的欢迎 下午1点半后 川普总统离开时 人群又一次沸腾了 川普总统坐在车里 分别向马路两侧的人群挥手 随后 川普也在社交媒体上 发出一个长达一分钟的视频 回应加州选民的热情 视频中显示 当载着川普的车子开过时 道路两侧全都是川普的支持者 一眼望不到头 川普写道 谢谢加州新港海滩市 再来关注 迪士尼粉丝 雇员以及民选官员 于周六在迪士尼乐园外集会 要求尽快重开迪士尼乐园 集会民众手持开放迪士尼 和罢免纽森的标语牌 支持那些因公园关闭 而被裁员的员工以及演员们 集会者强调 如果其他州和国外的主题公园 都可以重开 那加州的迪士尼乐园也应当能开 并且他们还很担心那些 依靠主题公园带来游客和客户的商家 目前六大主题公园都在敦促州长纽森 尽快制定出公平合理的重开指导 重启关闭了整整七个月的公园 再来关注 周日晚上八点多 洛县消防局接到报警 只称位于洛杉矶保德温公园市的 一个投票箱起火燃烧 大量选票被烧毁 该票箱位于保德温公园市图书馆外 当局立即出动消防人员 扑灭了燃烧的投票箱 但许多选票已经化为灰烬 或者被水湿透 目前所有选票已经被警方保管 选务处也正在联络受影响的选民 至于起火原因 当局仍在调查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简讯